我记得我有一次去这个澳洲啊什么的 在那个大铁桥上 咱俩一块走澳洲铁桥 哎呦你看你看处处都有咱俩的踪影 为什么你们曾经走澳洲铁桥 然后你们还曾经在什么地方游泳 在非洲的一个酒店里 都是工作的巧合 我们俩更没法说 在非洲我还有个Alice以后再说 我们俩太 不是Edison不是Alice Alice一个很可敬的黑人女士 也跟我们发生过故事 那天那个毕飞宇老师跟我讲 就我们参加一个活动 他就说我告诉你 说但凡是作家十有八九 你问一个问题他会先否定 他说不 但是之后所有的陈述 又都是附和你刚才讲的 说你记住这一点 说但是呢其他多数 比如说别的界别的公众人物 他都会本能的说是 但十有七八 他说的是否定你讲的 嗯 我想了想是有道理的 你讲的这个更引起我一个特别有意思的 你发现没有 马爷 很多人有一个口头禅 就是不是 聊天是不是 很多人口头禅 不对 其实他下边说的跟你的没什么区别 就是好腻 你知道他是为了找自己的存在感 还是什么 杠精吗 你指的是 他不一定是杠精 甚至有时候我也是这样 不 这就像说一个语气词一样了 简直就是很本能的就是 不 你看 尤其是北京侃业在一块 你发现没有 他骨子里吧 我觉得他要争夺话语权 他争夺话语权的方式呢 是不对 对 您觉得是不是有这些想法 对他争夺说的一个最大的好处是 可以继续延展话题 我给你举个例子 这节目已经死去好多年了 可以说 做节目 那主持人跟我说 说 说 马老师你来帮我们录个节目 那时候 因为大部分人都 对这个文物都一无所知嘛 就把我叫去了 叫去了 我警察都打好了 也跟这样的 那呀 正是大 最后说 主持人说开始吧 开始吧 就坐着对说 主持人说 我们知道 粉彩是庸正时期创烧的 我说不对 是康熙 哦 说没关系 咱们重来 说好了吗 好了 开始 我们知道粉彩是康熙时期创烧的 我说是康熙晚期 停 说怎么是康熙晚期 我说就是康熙晚期 说好 重来 我们知道粉彩是康熙晚期创烧的 我说是的 然后他说你怎么这么说话 我说我没法再说话了 我说什么你都要停机从路 我说我说了粉彩是 你说庸正 我说康熙 你就马上去问我为什么是康熙 对不对 或者你说康熙 我说康熙晚期 为什么是康熙晚期才出现 多好的话题 真实的对话 你把所有的知识点 作为一个主 我跟那个主持人说 我说我告诉你 专业上不懂是你的常数 懂就是你的弱点 你假装懂没有用 给你写一堆稿子 你把这些点都背下来 然后你又不懂 你只是这一瞬间知道 这对你有什么好处 但是马老师 这点我要 他很多主持人 他一定要把这个 这个知识先背好 这个特别重要 这个其实我们都能够理解 因为这对于 放到更多的这个 观众层面 他会不接受 会觉得你身为主持人 你的基本功课没有做呀 他会认为 这属于基本的信息点 是康熙 还是康熙晚期 还是雍正 这个其实呢 就是你在这个 你的事业生涯的不同阶段 你真的是心态会不同 就是更年轻的时候 我们是会装知道 但是现在我们会装不知道 对 有时候你作为主持人 你有时候是为观众发问 就是他要有兴趣 他要有一些问话 如果两个专家之间的对话 你等于忽略了听众 你说那都太高级 咱听不懂 所以就要有一头装傻 但是你不能请来一专家 你让专家装傻 你装明白 这事儿 这成像上了 没错 但是呢 这个跟这个 这个我看啊 跟这个这个 看这节目的人 也有关系 就今天这个 人的心理非常有意思 比如说 捧一个必须踩一个 这样我能理解 说话它就更有力 对吧 就像妈妈说话一样 你看人家的隔壁 对吧 就是他要表达对一个的赞美 他必须扮议对一个人的踩活 你知道我发现很多时候 主持人就扮演了这个角色 说你看人马爷说的多好 这主持人傻 这主持人提这问题 对吧 我一看这个 我就想起我小学老师 讲的一句话 事实上没有愚蠢的问题 只有愚蠢的回答 对吧 不知道就问嘛 但是现在你知道 就是就像你说的 很多刚出行的 这个这个主持人来 他就怕 说你怎么这么蠢呢 连这个都不知道 连这个都要问 对吧 于是他产生了一个 自我表现的焦虑 都会有的 我刚刚做这个 明日面对面访谈的时候 我比如说采访科学家 我也会怕 我就特别怕我不懂嘛 我就会看好多资料 这你怎么去看呢 真的 就是专挑那个 所以压力很大 专挑那个专业术语说 然后呢 这么说完了以后 那人科学家肯定表 哎呦 这个这个真好哈 你这懂这么多呢 我这心里就很踏实 懂这么多呢 真的 你是真好 但是真不容易 考试觉得说 这个主持人不做 懂得多 那个时候 他说的焦虑我有啊 我就很怕自己觉得浅薄了 没做好功课了 都怕 我们上新闻课老师讲的 第一招采访招 就是你身为一个年轻的采访者 比如你去采访马老师 你怎么让他能够就是看中你 否则会觉得 你一个小孩来问我 把你的问题当中 罗列很多关于他的背景知识 这个背景知识 跟这个问题根本无关 他会说 比如说马老师 我知道您曾经上过什么什么学 在哪里插队 后来在北京 罗列一切 最后只是问你 今天您过得怎么样 以此来凸显你看 我对你很了解 你对我的问题 你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 我用过这招 所以你看现在的风气什么呢 很多时候就说 干我们这行的 就包括有的记者 他把提问题来 当成了表演的机会 一个新闻发布会 这个真不是个仪式的场合 我们这个穿的行 哎 我就问他 跟他唱美声唱法 那个范儿起来了 那个范儿 对吧 就是所以你到最后 采访和被采访的行为 变成了一个表演 是他这个从小是这样 因为我去过一个小学 他有一个讲坛 他让我去讲 讲这个教育问题 反正我就讲完了 讲完以后 校长说 说马老师 你能不能屈尊 我们有个小记者 采访团想采访采访你 我说可以 然后我就到那休息室了 然后就进来三个 小学啊 带着红领巾 现在第一个女孩冲上来 就把问题问死了 因为我当时 是没有太大的思想准备 那小女孩上来以后 啪 先敬个礼 然后说 请问马老师 你是怎么走上 收藏之路的 就是一大而空泛的问题 然后我一想 孩子这么小 为什么要说这么大 空泛的问题呢 我就说 我是用脚走上收藏之路的 讲得好 然后呢 就是你装成一个大人说话 我就装成一个孩子说话 孩子的逻辑就是这样 就是用脚走上收藏之路 她说那女孩 她可能认为我在调戏她 那女孩双泪长流 一下就让我 就让我慌了 你知道吗 我说不是这个意思 然后再跟她讲 因为 我 我 我这个 儿子小时候啊 我那时候教他生肖嘛 就是数什么数什么 他有那时候的感兴趣 然后他就上 邻居家 一进门就说 王叔叔你数什么 王叔叔说 你爸数什么 说我爸数羊啊 说羊下面是什么 儿子说羊下面是腿啊 人逻辑是对的 对对对 羊下面是猴是 咱们人没定的 对不对 所以这就叫孩子的思维 这孩子的思维有残疾 其实有的时候 从这里边能产生艺术 产生灵感 就是这是一种观察 我们成年人 已经不会这样观察问题了 其实就是说一些 最老实的 真的够得着的东西 对最老实的 人上面是头发 你成年人会这么想吗 但孩子多朴素 所以孩子的话 有的时候是哲理 有的时候是诗 我就记得小时候 那个我让我女儿 替我拿着那个咖啡 咖啡不是有拖吗 等她还给我的时候 她就说 妈妈给你咖啡裙子 就是那个小小纸拖 妈妈给你咖啡裙子 是啊 这是 对呀 我带她去滑雪 然后呢 她那么矮 我抱着她 把她那个下巴 抵在那个窗台 窗口上 然后看那个窗外 那个很厚的雪 盖住了屋顶 她就说 妈妈 房子冬眠了 对吧 就是一个四岁的孩子 毛茸茸的那种 对 她的语言 在她形成的过程中 实际上是被成年文化 不断的揪偏的 她本身是一个很真实的 就是说羊下面就是对 人家是对的 对不对 人下面就是头发 那我觉得你刚才说 那小孩就突然一下哭了 我很羡慕她这种状态 我就 她崩溃 我比她还崩溃 我当时恨不得也双肋长流 就对上了 给小孩伤害了 就把小孩伤害了 但是我会觉得你看 小孩的本能的真实 作为我们大人 已经要把这个真实的反应 你要给她压抑住 就你当时可能 比如说我 对 你要你小孩 就是作为我们的话 可能会特别尴尬 或者不知所措 对 你想哭 你不敢热泪双流 你只能够 如果能够回到孩子 那个本能 我此刻我也被伤害了 那我哭吧 我们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了 对 我告诉你 还有一个问题 就我从这个小孩 问问题 我就说开 你们都是很好的主持人 采访过无数个人 问人是个很难的事 你觉得问人家还不容易 你不是你多大了 哪儿的人干什么 这都是很啰嗦 因为我有时候做一些演讲 上大学干什么的 底下发问呢 基本上是大人空泛的问题 你比如说你问我 中国文物将向何处去 上岗去上岗去 对不对 就是我们大部分人 在公共这个场合提问的时候 其实提那问题 都不是他自个儿的问题 是他设想了一个高点 从那个地方出发一个问题 所以我现在就是去 就是我其实愿意回答人问题 但是每次演讲完了都是这个问题 因为人在那时候有种表演性人格 他会认为此刻 我不是要问我最感兴趣的问题 而是问一个别人会觉得很牛不丢脸的一个问题 那您曾经 简单的说不够你发灰 没什么意思 那曾经问过您觉得最有意思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我没有 我印象中有一个人特逗 我那时候在无锡演讲完了 第一个女的爸就站起来了 说马老师 我儿子也姓妈 然后我就愣在那 我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你应该说你女丈夫姓妈 什么女儿子姓妈 然后呢 当时我就说 我说这事跟我没关系吧 你哄荡大笑 哎呀慌了 反正 这问题的开场还挺好的 这个就是开场嘛 各种笑话 问的问题我已经不记得了 就是我真的是觉得 问问题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基本能力 我们生活中 我老说跟生人交往 问题不能超过三个 三个问号以后 人家就不爱理你了 你得第一个问号 你就把话题岔开 最多第二个问号 是吧 你比如说文韬你哪人 你说我河北石家庄 石家庄我去过 那对旁边有个地方 有个庙什么的 你等把这话就扯开了 你哪人 石家庄你等哪读的书 你读书以后上哪去了 那两下你就不想理你了 对不对 问话绝对不能超过三个 这是一般交往的技巧 真是可以学的 就是你在他问话 最多第二个问号的时候 你要这个 在他的这个话题之内 岔开你所知道的事情 对不对 你哪读的书 你说武汉大学 是吧 哎呦武达我去过 你们那个樱花特好看 你可以扯 怎么扯都行 哎你说他这 马爷啊 他这个人生经验丰富啊 他就什么都有招了 你知道我啊 就曾经琢磨过很多这个招 小时候啊 弄什么演讲术啊 是这些就瞎琢磨 最后我也烦了 而且我也发现 我也不是那人 我觉得我也根本不会 什么采访 也不会问问题 最后我 哎 我觉得我终于好像有点 明白了就是什么呢 还就是您说的 老老实实的 我就是我 其实就是存着一颗心 哎 因为我对他们特别好奇 但这个好奇是真的 嗯 我可能问题问的 也是嘴里半算 所以你比如 我我我现在要碰见 一马爷对吧 我也不知道 怎么修饰我的问题 但是我只是知道 就是怀着一腔 这个心意 哎呦 马爷您这一辈子 故事太多了 对吧 你跟我们讲一个 你的恋爱的故事 我可能就实际上 我我急问急向导演 就是我根本 我就直接 就是目的 就是咱直来直去 就是我好想听你说说什么 而且 我这个从心到嘴啊 是一致的 是真的 我别人 你知道我这个 经常受人误解 老说我那个左拐右绝的 给人挖坑 我还真不是 我说我哪有那么明白 我就是聊天的时候 你看你说了 我就想到这个了 我哎 这个真有意思 你给我说说这个 我都不会问出一个问号来 就是没有语言了 就是这个心直接 这个心意直接输出去 那种感觉 但如果你在日常生活当中 即便你对那个人 充满了无限的好奇 但是那种主持人的状态 那也很累啊 我是真的 他恰恰想说的不是 就是说我们不要状态 就不要技巧 不要方法 对 但我的状态是我好奇 所以我就想知道 我就 对 他们讲什么口才啊 或者讲什么 我不太明白这些 因为我觉得 哪怕是笨直呵呵的一个人 你爱他 我觉得你 你就会表达出来 不管你是笨直呵呵的表达出来 还是你是怎么样表达出来 人的 有些人甚至是爱用身体语言表达出来 就他能感受到你的这个心 所以我觉得只有感情是真的 你一个朋友 你喜欢他 那么这有什么技巧不技巧呢 你就凭着心跟他在一块就好了 那是因为你在表达的时候 你已经具备技巧了 所以你说只有情感 对 还有一个你说的这个问题 是你得跟他熟啊 你一个生人 这个很难啊 我们生活中无非就是亲人 熟人 生人 三层关系嘛 咱们算熟人 如果我们今天四个人坐在这儿 互相之间既不知底 也不认识 那今天是一尬聊 那就开始 有没有本事把它聊起来了 就看能不能找到一个共通的话题 这很难的 您有这本事 没有 就是 您这个是怎么练出来的 如果对方长得好看 就比较愿意愿意多说 所以你看看 最明白的是我吧 有一年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一个事吧 有一年呢 那个就是 就前两年了 叫我说 这好久不见了 说来家吃顿饭嘛 我说好吧 那天我去了以后呢 我们四个人 多少年也没凑到一块了 那天在一桌子上说话 就我们四个人呱呱聊 这屋子里还有好多人呢 那好多嘉宾女的都愿意 我们上那桌 大多有意思啊 嗯 但我们四个人凑到一起呢 就这个什么了 话就落不到地上 就我们四个人聊天 不愿意再更多的人 就来了个 女的就说 哎 因为她不认得我 她跟我不熟 她就不能说我 她跟 说 哎 别老在你们这桌 上我们那桌去 那 那 就说 哎 那她也不能说我不去啊 她说 你你先回去 我我一会儿就会去啊 但是她就我们还说着 就那么一会儿功夫嘛 女的就走了 走了以后 说什么 说的就太是我心里话了 她说 没目的 还就没得了 明白了吧 我说 你在一个桌子上 能把话题 往下进行 是有目的的 所以我每次 关注说啊 每次 马爷来 我主要琢磨的 就是这个问题 如何满足 马爷的目的 目的是什么 你比如说啊 你过去 过去 你不了解 对方的 这个行业 你是在 沟通中 这个 会获取一些 有价值的信息 我们今天是个 信息爆炸的时代 天天拿着手机 你每天上去 有多少垃圾信息 你都不觉得 信息值钱 我们年轻的时候 在一个局上 大家聊完了以后 会高兴好几天 能知道很多东西 今天你所有聊天的东西 超不过你手机 给你的信息了 对不对 你尤其 就像是智能 你关心某一件事 你看过一次 他哆啦哆啦的 就推你 就让你把它看腻了为止 是不是 可是那时候不是 那时候你现在 没有这个感受 所以说 往往至少啊 聊天能够说 比较厉害的人 至少有信息优势 以前 对 以前 不管是他瞎编的 还是什么 是吧 反正至少有 瞎编可还行 对 瞎编的多了 你以为 你今天 你今天看到 那个视频上的 很多信息也是 瞎编的 都不是真实的 但是还有一个 就是人的这个反应 所以我觉得 其实很多时候 你想人的成败 很多事情的成败 就在于啊 别人说一个话 或者咱们就不仅仅说 说话 你碰到个什么事情 你的这个反应 见真章 而且这个反应里啊 能看出很多 你看 我就听那个谁啊 那个李敖啊 讲过一个 也是真实的 就讲这个 萨切尔夫人 所以有一次这个 他跟他们那些 国务部的那些 那些大官们吧 吃饭 吃饭呢 然后这个一个 女服务员嘛 这个这个 维特上来 可能给你倒咖啡 上菜什么的 一不留神 一个绅士 穿着礼服啊 哗一下 一失手 撒了这么一地 萨切尔夫人啊 萨切尔夫人 你想如果是你 会怎么样 一般人 肯定 哎呀赶快擦擦 赶快擦擦对吧 但是萨切尔夫人的反应是 第一时间 毫不犹豫 扑上去抱住了 那个女服务员 说我知道你不是有意的 这个地方 看 就是说他知道 这个时候 最窘迫的 不是这个绅士 最窘迫的是 这个 维特 最害怕的是 最害怕的是 他是最先需要 安慰的 哎 我觉得这种反应 确实 太绅士了 太绅士了 要是您呢 我有过这事儿 真的吗 讲讲 中国红酒协会成立 露天酒会 300人 100人一个长台 白桌布 铺到头100个人 他们老大请我去 我做主宾 他这个长桌100个人 他做了头 我做他左手第一个人 我上来就跟他说 我说你们今天这服务团队质量差 他说你怎么知道 我说一会儿你就会知道 结果就该着 夏天在草地上 我穿一亚麻白衬衫 上来的第一瓶红酒 理论上应该给我服务好的人 是先给主宾 然后再给主人这两杯 他先给主人一杯 那杯就扣我后脖子上了 就那手一歪 轰的就 那一杯 全扣我后脖子上了 谁呀你刚才说了 我说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然后呢 一面一面一面 吸引力法则 真的 吸引力法则 然后呢 我这会儿还什么撒进尔夫人 老人家全都没有 那女孩撒腿 男孩 那男孩撒腿就跑 跑了 这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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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反应我不干了 不干了就跑了 因为太尴尬了 然后就过了一个女孩 女孩呢 我就说 因为我知道这发火是没有用的 我不会发火 我说你们那个头呢 他看着我说 他说我们头今儿没来 他跟他想说 他们那特大的头没来 我说不是这意思 今天你们谁领队 他说今天没人领队 然后我这事儿 就把我给逼得 得跟他讲道理了 我说你来来来 我给你讲一道理 我说现在我起事走了 主办方不跟你结账 这是肯定的 对不对 你这叫什么服务 我说你现在 第一件事跟我道歉 这事就没了 那女孩呢 还有点愣 为什么呢 他不是他扣我身上的 他凭什么跟我道歉 他就不会处理 要处理 就说哎呀 我再给你道歉 你就完了 那我也不能走啊 那你多尴尬 我就忍着呗 这后面 一会儿就去露天 刮着风 一会儿就干了 养麻布的是吧 养麻布的 后边还是一朵玫瑰花 对 后来人家就来了 那天就所有人都问我 说你现在穿衣服这么时髦 后面怎么是粉的 后面是个粉的 军油 有点军油那效果 对吧 我这类事儿多了 都写一本书 整天给人照后卧 我跟你讲 您这体质也有意思 2008年 奥运会开的时候 你知道工体这你都熟 工体周圈 起了一大堆高级餐厅 对不对 对 那全是外行人投资的餐厅 那餐厅全是外行人拿着巨款 那时候都是各种投资 赚了钱 开那个豪华餐厅 那餐厅都不贴谱 有一餐厅啊 我一进去 我一进去 我说这一外行设计的餐厅啊 你知道那餐厅为什么 为什么是外行的 它在整个餐厅里 跟迷宫似的设计了大量的水道 餐厅是不可以的 因为有人喝酒 一脚就掉进去了 结果它的水道都这么宽 然后都流着 各种流着 但是它设计的跟迷宫一样 水是走近路的 它不是按照你想象的 这么来回来去走 哪进走哪 它就会形成有死水 由于餐厅的油性大 两三天不动 就一层膜 一层膜 那水就看不清楚了 它不反光了 对啊 然后呢 它这个有一个水道呢 是贴着墙根 贴着墙根 因为你不反光怕掉进去 也许以前掉进过人 它呢就把这个 这上面骑着一个案子 搁着俩沙发 结果呢 它沙发和案子之间 有这么大一空隙 就这空隙就能让我掉进去 我怎么掉进去 你知道我怎么掉进去的吗 那时候特别喜欢装修啊 什么各种事 我就说这房高还挺高的 大概有三米五 那人说 你怎么知道三米五啊 我说嗨 我有招 我说我过去 我身体手是两米二 你看我上面还剩多少 你目测 不就我说的差不多吗 这时候我就必须走到 那个墙根那 我刚到那 手还没伸的 先挨了两米 就空了 那个水绝对有四十公分深 然后我就一下就踩到底 穿皮鞋 你知道吗 你脚崴了没 没崴 这事我就说 我说大家都不要惊慌 我出来了 今儿咱们免单了 就白吃一顿 我先这么说 坐下来吃饭 吃完饭以后 就生了这个结账的事 因为我说了要免单 出了这么大个事物 理应免单 是你们的设计的问题 对吧 我来了 然后服务员 我说你看啊 我刚刚掉水了 你们都看见了吧 说今天免单吧 马上就出来一个男的 跟我说 毛老师 我给你服务过 说呢 我们经过这个慎重考虑呢 我们今天给你打个九折 这么抠啊 太抠了 我说是这样 我说你错误 理解我的意思了 我不是给你讨价还价 我说今天要免单 我说对你们错误 要有一个惩罚 哦对了 我还漏说一个细节 当时我为什么要免单呢 是因为我掉下去的时候 一个女服务员冲上来说 谁让你上那去的 她说这句把我给弄惊了 有点当年 本店不会打骂顾客 对对 她刺的我一句 让我免单了 然后呢 然后一会儿 他们就进去商量 那时候那餐厅人不是特多 他商量 又出了一个人 那个人呢 就不是 就好像是新加坡的 因为他那说话什么管理人 那时候都请着高薪 来跟我巴拉巴拉 白货半天 又打了一折口 巴折 然后我说这是这样 我说现在咱俩已经进入一个误区 咱俩在讨价关家 我说这样 我现在满额付你钱 但是你要把过程给我写 说客人掉水里去了 然后他说 那不行 那我说 我是不是掉水里去了 我穿衣皮鞋 吃着吃一顿饭 你以为好吃啊 我就想走了 因为我请客我走不了嘛 对不对 然后我说那就这样 我现在把钱交给你 你给我写个单子 客人掉水里去了 他不给我写 他说不给写我就不交钱 不交钱呢 我要只要往外出 你就报警 报警以后呢 警察就会写 因为警察说你为什么报警啊 他掉水里不给钱 这时候我会把钱给你 有个证人 那人看半天又回去了 上来一会儿出来说 马老师我们就决定 就今天免单了 就免单了 你知道我那顿饭吃的有多亏吗 那顿饭就没一度是钱 不是 就是您为这免单死多少脑西班了 这家伙 这个心子 我以为出来一个服务员说 马老师我给您服务过 当时给您倒酒 我跑了 变成了豆知豆友 对对对 但是我认为呢 这种事情都是为他们好 你知道那种 就这种流水的槽子那么老深 都有可能把人腿别舌了 你要喝大了的 对对 那个餐厅的老板是我发小 怪不得 你看看 那现在没事 播出的时候 把这个 这俩腿给抠了 就逼逼打上就完了 我希望他看到 我希望他听到 交往的朋友这么抠 他能大方的了吗 不是 你们不懂 因为我特别注重 所有的餐厅装修 很多餐厅 老板我也很熟 我进去就告诉他 我说你那块会出事的 他不信 原来我认识一老板 他坐在那法餐厅里头呢 有一池子 那池子水都没多深 我说你这池子老得掉人 他说怎么可能 我说你看着 半年以后 我在去的时候 他那池子就不放水了 搁一跃堆 跃跃跃 这因为老掉人 因为他那个楼梯下来以后 一拐弯坐这池子 喝点酒的人就看不见 你知道吗 他不是你家里 对对对 这个这个真的 有时候跟公共安全 不是经常有那个 上厕所推开门 就从三楼掉下去了吗 那个 不是经常就二个 有一个 对